人活着一辈子到底是为了什么 难道挣钱就真的是我们的全部吗 一定旅行不是说走就走 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再出发 人这一辈子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 一定要做一会儿自己 我们俩用这种方式来做一会儿自己 当一个人处于生理极限或者心理极限 或者风险来临 或者刚度过大风大浪的时候 状态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旅行给我们俩带来的是 让我们能看到对方的另一面 或者很多面 在读对方的同时去尝试着去认识这个世界 大家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今天啊 正好也是我们旅行了十年 然后想跟大伙分享我们旅行路上的这些小故事 也跟大伙聊聊我们为什么开始旅行 这十年呢 说是十个关于人生的问答 但对于我们俩来说绝不止十个 这无数 真的是无数 所以今天也是时间有限 我们特地结了一些 我们认为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小故事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 之前我是一生意人 然后生意做的还行 然后就一直那么的拼命的努力做生意 我们俩那会儿 我记着02年吧 02年03年的时候 我们俩要见一面 是得在天上见一面 那会儿还没有微信 对 还没有这么视频聊天什么 没有这么方便 还都不行 对 我们俩要么约在某个城市的某个机场 要么就是在天上能见那么一面 一个月二十几张机票 然后十几张火车票 一直就在过着这样的生活 但是我们特幸福 我们觉得每天可以不睡觉 每天的所有事都用来工作 用来赚钱 对 然后直到08年 08年汶川地震 人本山地震 我当时坐家看电视 然后看着看着我看不下去 我就跟梁红说 我说我必须得去 然后但没想到这一去 对我们俩这一生的影响特别大 讲一个小故事 当时我是志愿救援队 对 我们带着机械设备 然后带着个队长的袖标 然后有一个老大哥 然后跟我说 说队长能不能帮我把我的女儿扒出来 然后我们就去了 他女儿已经离世了 就一根横梁横在前胸 等于尸体就被压着 我们拿那个凿烟机就开始破碎这根横梁 破碎破碎 然后搞头一滑 滑到了那个姑娘的身体里 人没挖出来 结果还把尸体给毁了 然后我这人从不落泪 那天就开始掉眼泪 然后让我震惊的是她父亲 对 我这个老大哥 他一句怨言没有 开始跟我讲这姑娘的 什么时候毕业 什么时候志高 然后什么时候分到东西汉望厂 然后什么时候怎么上班 分了宿舍 房子塌了 然后那回来之后 我就跟梁红一直在思考 人活着一辈子到底是为了什么 难道挣钱就真的是我们的全部吗 然后我们就选择了一种方式 就是旅行的这种方式 人这一辈子 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 一定要做一回自己 我们俩用这种方式来做一回自己 所以我们选择了不一样的生活 后面才开始了我们的旅行 对 然后第一次出发需要多久 我这人因为是 还算心思缜密吧 还算心思缜密 然后每一次出发之前 我们都会精心计划 然后这一次呢 因为我们要用一种生活方式 去在后面的十年 乃至更长的时间生活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特别庞大的计划 这计划大到什么程度 就是一做就是十年 然后光是旅游 那肯定是不适合我 我们选择的是旅行 然后我们选择 让我们的旅行 每一站都变得有意义 至少对于我们俩来说有意义 然后我们明确 我们去每一个目的地的 目的是什么 对 我们去每一处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希望每一次旅行 都能给我们带来更多 但是这之前必须要学习 要准备 为此我们整整准备了五年 没错 所以之后经常有媒体报道 在采访我们的时候说 网上流传一句话说 一定要来一次 说走就走的旅行 然后每每这个时候呢 我们俩特别尴尬 然后急着反驳人家说 不对 一定旅行不是说走就走 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再出发 最好的爱情到底是 中日彼此对视 还是共同联望远方 对这是小王子的一句话 然后我们在南极结婚的时候 然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写给了我们 谢谢 说到这儿我就不得不在这儿 表扬一下老张 我觉得这十年 他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他把他小时候吹过的牛 全实现了 对小时候我们相约 相约什么 能一辈子写作业 能一辈子一起写作业 然后不知道怎么能一辈子一块写作业 最后知道大人有一种方式 叫做结婚 结了婚就能一辈子一块写作业 所以小学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我说咱们结婚吧 然后他说行啊 那就结吧 但是你爹给我买根冰棍 然后那会儿 我们那会儿的物价是三分钱 四分钱 小豆冰棍 对 然后就同意结婚了 其实也不是特难 然后我说结婚 结婚这个事挺大的 咱们得去跟大人一样 坐着 那会儿我们认为最好的车是桑塔纳 坐着桑塔纳 去个饭馆吃饭 然后两位说不 我要去离家最远的地方 然后没网络呀 我们就问老师 说老师哪离家最远 老师说南极 南极离家最远 然后我们开始旅行的时候 我说既然结婚都在南极办了 那求婚就在北极吧 就在这儿 走这一路 这是我们在瓦努阿图的一个火山口 就是这一路上 其实在我们俩惯常的生活中 在这种忙碌的工作中 梁洪的很多面我是看不到的 我的很多面梁洪也是看不到 当一个人处于生理极限 或者心理极限 或者风险来临 或者刚度过大风大浪的时候 状态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旅行给我们俩带来的是 让我们能看到对方的另一面 或者很多面 对 其实也是去 在读对方的同时 去尝试着去认识这个世界 说到这儿呢 就其实要 30年的时间能做什么事 不是我们啊 是我们认识的一个人 又不老师 对 这是在巴基斯坦 对 那儿的孩子不像咱们这儿说 都可以上上学 有很多人上不了学 而且还有恐怖组织 对 男学生女学生 如果在一起上学的话 有可能会被杀 然后我们当时去了一个学校 这个学校就是一场屠杀 就是恐怖组织进了这个学校 杀了里面的老师 杀了里面的孩子 然后我们问那儿的孩子 我说你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来上学吗 那个孩子说 我认为值得 对 阿悠布老师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把所有 他身边这些没法受教育 没法上学的孩子 集中在一个广场 然后大家伙就在这个广场上上课 一棵大树 我们管它叫大树下的学校 对 就是一棵大树 他在不断地教这些孩子 他的学生最大的四十多岁 然后上小学三年级 然后最小的呢 有七八岁 也是上小学三年级 就是谁都可以来受教育 我们希望在我们旅行路上 能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那在巴基斯坦 我们选择带着孩子们去放一场风筝 大家别看 这就是放一个风筝 其实这个是风险极高的事 风险非常高 有可能就会遭来袭击 有可能就会惹来杀身之祸 但是那天我们坚持 然后把所有的孩子 对 在巴基斯坦 我们一块放了一回风筝 然后当时 阿悠布老师说了一句话 就让我特别感动 他说美国人来我们这儿 放的是无人机 你们中国人来我们这儿 放飞的是快乐 什么样的部队是不需要杀人 而是救人的 其实可能这个问题 这么问出来 大家会觉得很唐突 说部队不都是用来救人的吗 但是在很多战争国家 部队是杀人的机器 那就像我们在伊拉克遇到的 伊拉克的拆弹部队 这是什么 这是拆弹部队 大家知道在巴格达 汽车炸弹是家常便饭 包括我们吃完饭之后 回来检查我们的车的时候 我们的车也被贴过汽车炸弹 就是一个手机 两个雷管 然后一公斤左右的C4炸药 就贴在那儿 手机遥控引爆 因为我们开的是 对于伊拉克来说 是外国的车 就是最好的袭击目标 但是这些拆弹部队的人 我跟他们待了好几天 你看那辆白色的车 这辆白色的车 其实就是一个被藏了炸弹的 汽车炸弹 对 然后我问他们 我说你们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他们说特简单 我们没有什么最大的愿望 我们就是希望每天能下班回家 就是明天再来上班 因为拆弹部队曾经最高的伤亡率 一次几十人 就在一次行动中 几十人遇难牺牲 这一群人你看似 就是很欢快 很活泼 但是他们每一次出任务的时候 不一定还能回得来 这个题目可能没什么 但你们看这张照片 这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孩 我见她第一面的时候 她根本没有这样的笑容 应该是我见过不多的 非常冷漠的一张脸 没有笑容 我问她 我说你出来打仗 爸 你妈 你家里人同意吗 然后这个姑娘特别冷漠地跟我们说 说我的家人都死光了 我问她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我说你认为这场战争 你们能胜利吗 姑娘的嘴角有一丝丝的上扬 跟我们说 我们是正义的一方 我们一定能够胜利 然后我就接着赶紧问第三个问题 那胜利之后你想做什么 姑娘沉默了三十秒 三十秒真是 就是那么沉默着 然后脸上又回到那种 面无表情的状态 然后她跟我说 等不到胜利 我就死了 这个问题是2015年问的 2016年我听到了他们全体的死穴 对 其实说到这儿 我想跟大伙说什么 就是咱们活得真的很幸福 咱们活得确实很幸福 你看咱们奢侈着活着 但世界上好多地方的人 对于他们来说 活着就是奢侈 对 所以其实通过这些 我们也想说明 真的就像老张在我们旅行第三季回来之后 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就是我们其实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 只是很幸运 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 大家为我们国家鼓个掌 这个是我们认为我们在路上 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 可能大家都很难想象 我们在塞拉里昂遇到了一支足球队 不光是塞拉里昂 有很多地方都问我们 中国人一天到底吃几顿饭 我们说我们能吃三顿饭 然后有一些人会生活的 或者是比较有钱的 可能吃四顿饭 他说你们中国人都生活在天堂 可能大家不能理解 这是一个足球运动员 我们跟了他两天之后 我说我想满足你一个愿望 我说你可以给我提一个要求 我看我能不能满足你这个愿望 我心里内设的答案是什么 他可能会跟我要一个真正的足球 他踢的那个足球是假的 对他可能会跟我要一个真正的足球 或者跟我要一双球鞋 或者是一副拐杖 他只有一条腿啊 但是他跟我说 他说我想吃饱一次 就是当时我就愣了 我说吃饱一次 我说你多长时间没吃饱过了 他说我已经忘了吃饱的感觉了 我根本就忘了 然后就是那个问题 你们中国人一天能吃几顿饭 那天我们在那边 在塞拉里昂买不到什么 就是像咱们这边那么容易 能买到白面大米 对他们吃木薯 木薯粉 就咱们这边 就相当于咱们的粗粮 对我买了一吨的木薯粉 我说你和你的家人 还有你的队友 吃饱一次 突然觉得前面的话题有点沉重 说点欢乐的 其实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路上思考的问题 就是我们作为中国人 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的小老百姓 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 对 巴米扬大佛 不知道大伙听没听说过 十几年前被恐怖组织炸毁了 然后我们干了什么 我们让它又亮起来了 对 让它又亮起来了 这个是我们自己制造的设备 曾经有很多的文物保护组织都尝试 但是都没成功 或者就是方案没有被相关部门批准 我们把它亮起来了 那一天整个哈扎拉地区 对 巴米扬省 所有的哈扎拉人 他们不会说中文 他们只知道在他们的语言里 中文是擒 对 擒 然后有差不多上千人 一起竖着大拇指 高呼擒擒擒擒 然后这是 这还不算什么 让我最高兴的是 巴米扬政府 阿富汗政府 一年现在会让大佛亮起三次 第一次是大佛被炸毁的日期 第二次是巴米扬文化节 他们向外来宣传阿富汗文化的那一次 第三次就是我们这群中国人 把它亮起来的那一次 谢谢 我们觉得这件事有意义 小骄傲一下 小骄傲一下 17年来第一次 有中国人站在这个讲台上 就是我背后的这个讲台 这是世界文物保护大会 我们被联合国评为 2015年 唯一在战区 做文物保护的国际团队 然后特别高兴 这一群人是中国人 我们走了很多地方 然后也有很多很多的老外朋友 然后永远会问说 中国造的东西到底质量怎么样 对他们不能理解从中国制造 到中国质量 到中国标准的这个过程 然后这也是我们的计划之一 我们就开着国产运输机 这是咱们中国自己 自己生产的第一款 就是中型运输机叫运12 然后开着它 能不能完成一次环球飞行 然后我们就真就这么做了 然后好运的是 我们真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这一次的整个环球飞行 被一个国际权威机构所认证 然后他当时给我们回了一封信 这封信是这样 因为所有的环球飞行 都是完成于北半球 都是完成于北半球 南北回归线之间的距离 但我们的这一次环球飞行特别 线路特别怪 我们跨越 刚才在那看 我们厄瓜多尔 然后又到巴西 跨越赤道四次 然后当时他的回信是 大概其就这意思吧 就是我们在人类的飞行史上 卖出了一部 对 恭喜你 这一部是由中国人卖出来的 对 其实说到这儿 就是一定要讲一下 我们的战友超级白 就大家可能看过旅行片子 知道我们陪伴我们 环球飞行的这家运输机 那也特别荣幸地 被中国航空博物馆收录 然后现在大家只要去到 小汤山的那个航空博物馆 在运输机的展位 第一位就是他 免费的啊 航空博物馆不收票 为什么要去开一艘破冰船 去看世界 下个礼拜 我们就会开着这条破冰船 搭载着我们自己的舰载机 然后搭载着中国的科学家 去哪儿 去南极 来完成中国民间的 首次的极地的科考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我们会在四月份回程 然后大家可以在东南卫视上 看到相关的节目 叫地球之极旅行 然后看一个小视频 这是最后一个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